连日来 台湾民众被高薪诱骗到柬埔寨事件持续发酵 部分受害民众被解救后仍然是胆战惺惺 岛内舆论痛斥民进党当局不作为 并直言案件的背后折射出岛内低薪困局 沿途一片漆黑 这里是柬埔寨共布园区 有消息称 一台湾民众被诈骗集团骗到这里 遭受虐待拘禁 几位国民党民代收到消息后 立刻驱车赶往解救 但却在园区门口被多名男子围住 几经周折才获成功 被救后受害者仍心有余悸 他回忆说 是被诈骗集团蛊惑 抵达柬埔寨后才发现原本说好的赚钱全是骗局 自己也被逼迫加入诈骗集团去骗更多的人 该男子还说 拘禁期间只要有人不听话 就会被体罚虐待 被骗本就悲惨 而民进岛当局的不作为更令他们寒心 据另一名受害者小宇回忆 为了逃离诈骗集团的掌控 他曾打电话求助台涉外事务主管部门 但对方却说没有再处理这类事件 直接挂掉电话 最后还是在朋友的协助下 才被国际刑警救出 连日来台湾民众被高薪诱骗到柬埔寨事件持续发酵 据称已有超过4000人被骗 台湾地区行政管理机构负责人苏贞昌昨天试图灭火 辩解只有120人失联 但只有一词却再次引发岛内舆论海啸 不少台湾民众痛批 先不说苏贞昌口中的数字是否真实 即便是120人失联也不能冷血地称只有 另外还有舆论质疑 民进岛当局说台湾民众之所以会受骗 就是因为台湾薪水太低 民进岛当局不仅要救人 还要解决低薪问题 眼下除了尽快地营救出受害者 台湾各界也在深思 台湾年轻人为何会相信自己可以到贫穷的减朴债 月入10万至30万呢 民进党当局的新南向政策究竟给台湾带来了什么 相关的讨论请张涛带我们了解 张涛 好 我们看到针对这样的一个问题 台湾的远见杂志就发表文章分析说 说在现阶段打击人口贩卖集团拯救受害者 确实是重中之重 但是民进党当局必须认真思考 为何年轻人要远赴他乡到相对落后的地区上班呢 只要台湾的产业结构失衡问题不改善 长期低薪的困境无解 这一次是柬埔寨 那么下一次台湾年轻人又会被骗到哪里去呢 确实我们看到许多台湾的年轻人 早诱骗奔赴柬埔寨等地淘金 随后遭到囚禁 灵虐 乐书 惨案是层出不穷啊 网络上面甚至有许多的血腥的影片去疯传 但是民进党当局却是一拖再拖 直到闹上了媒体版面 民意炸锅 这才出面说明称仅120人未联系上 对此国民党及民代李贵敏就愤怒地表示说 说难道这就是民进党当局官员面对危机的态度吗 难道民进党当局全成了躺平族了吗 是真的无计可施吗 其实不是啊 台湾的旺报就指着说 说两岸签署有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 依照协议内容 两岸可以共同打击罪犯 只要两岸能够放下心结 透过互助协议的机制 两岸司法机关共同合作 就可以挽救在柬埔寨陷入困境的台湾民众啊 无奈民进党当局已经走得太远 不愿回头了 香港大公报也发表署名朱穗怡的评论文章 指出说 说蔡英文上台之初 为了疏远于大陆的经贸往来 大搞所谓的新南向政策 如今爆发大规模人口贩卖案 蔡英文和民进党竟然是束手无策 可见新南向的根本就是玩假的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